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半双公现在也是个老掉牙的词了 现在这根本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呢 介绍一下 知道一下就行了 是吧 OK 就是叫半双公通信啊 半双公通信 那我们讲半双公通信所指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都知道这通信是双向的了 是吧 这通信是双向的 要么是上传 要么是下载 是吧 要上传或者下载数据 所以这些 但是如果半双公的话 就是只只能上传或者只能下载在同一个时间 明白了吗 就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只能上传或只能下载 就是说它是一个单行道 它是一个单车道 OK吗 它是个单车道 它没有办法双向同信没有办法做到 理解了吗 兄弟们 OK 个耳 双个一 它没有办法做到双向同信啊 好 所以因此的说 在这个环境中的话 我们讲 这就是一个什么呢 叫半双公 它效尾D嘛 那第二个来讲的时候呢 Hub 不像交换机 我们刚才提到交换机 可是交换机里面有什么呢 好 我们交换机里面说这个 它有MacDV表 是不是 就交换机有MacDV表 Hub不支持光线 跟光线没有关系啊 Hub是不支持职业界关口的 好吗 好 那么 我们讲 除了半双公之外 半双公之外的话 那 我在进行这个数据发送的时候 我们说交换机有MacDV表 对吧 OK吧 交换机有MacDV表 能够解决了吧 它有MacDV表 那么但是 注意听啊 这跟光线是不是双公没有关系 这是在于你自己这个设备的接口是不是支持双公 Hub不支持双公 它跟网线啊 还是光线啊 没有关系的 我这么说能理解了吧 OK 能听懂吗 所以这个跟这没有关系 这个问题的核心点是在于 它是不是支持 而Hub不支持 它不支持这个 我们讲叫全双公通讯吧 它不支持的 能明白吗 那么 作为我们的Hub而来说的话 它没有内存 大家能理解吧 就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内存的 所以它没有我们讲的叫MacDV表 因此所有的数据在整个Hub里边都泛红 听明白了吧 就全都是以泛红处理 它没有说像我们说的这个交换机哦 它会记录下来这个MacDV表 是吧 记录下来 然后呢 经过查询转发 查询转发 它是这个国际 但是 不好意思 Hub没有 没有内存 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说Hub这个设备它能调适吗 不能调适 没法调适 听懂了吗 兄弟们 OK 刹个一来 没有办法调适 所以因此的话 所有的数据进到了我们的设备里 都是广播泛红的 每一个机会都发 每一个机会都发一份 所以因此作为一个Hub组网环境中 一个Hub的一个组合的网网环境中的话 它的垃圾数据量很大的 因为在我们整个的局域网里边的任何一个主机 把数据发出来 我都会收到一份 这么说明白了吗 在我们整个局域网里边的任何的一个主机 把数据发出来 我都会收到一份 所以它实际上是没有MacDV表的 我们讲没有MacDV表的根本点是在于没有内存 它没有内存条 听懂了吧 没有内存条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第三个原因点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作为Hub设备而言 作为Hub这种设备而言 好 注意看 它实际上是会产生严重的数据冲突 但其实说实话 交换机也有大量的数据冲突 交换机也是有的 但是交换机比较好的一件事是这样的 就是交换机由于有内存 我们讲这个区别点是往往是在内存上 交换机有内存 所以这个数据量大 导致被冲突的数据会寄存在内存中 这么说能听懂吗 兄弟们 它会暂时寄存在内存中 等这个转发正常了 它再发出去 所以它这个内存在我们的设备上就相当于是一个缓存一样 大家知道缓存吧 缓冲区 听明白了吗 叫缓冲区 好 所以往往在这里边说交换机是可以 所以交换机的话当有数据冲突了 好 当有数据冲突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就会导致什么 会导致什么 数据丢失 如果在hub里面的话就会产生数据丢失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好 先听我讲 先听我讲 因为我现在我没有设备 我在家里边 你知道吧 我没有设备 我会在下一次 咱们下周六上课的时候 我会拿一台设备给大家看 能理解吗 我会拿一台设备给大家看 然后同时我还在给大家去讲 光纤 单膜多膜 模块等相关的东西 能听懂吗 我借着有硬件的时候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然后顺带角 我会给大家演示做固件升级 做里面的系统升级 能懂吗 我现在没设备 所以我下一次我会把这个部分放到一起讲 OK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设备要在本地才可以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就知道 作为我们的整个的Hub来说的话 由于它没有内存 一旦产生了数据冲突 对吧 就真的产生了数据冲突的话 好 那么此时的时候只能是丢 我们叫丢针 数据针丢失了 能明白吗 就数据针就丢掉了 OK吧 数据针丢失掉了 那没有办法了 那这个时候的话怎么办 那只能上层重传 TCP重传 UDP没法重传 是吧 就不要再介绍CSMA-CD技术了 CSMA-CD技术其实就是个检测 它就是一个检测技术 什么意思 就是它时刻去检测 那此时的时候的话 哪边的 简单来说的 就是哪边的目前的话 正在发送数据 数据量比较大 那另外那一边的话 就暂缓发送 它是一个亚鸟级的一个检测过程 好 叫CSMA-CD 叫载波真听多过访问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过时了 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过时了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好 要么连Hub都不用了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不存在 那当然有部分的 部分的交换机里边它是有的 这部分的交换机的这个里边的话 它也有这个载波真听多过访问 它也是存在的 有一部分局部 是这个意思 用来避免数据冲突 就最大话避免数据冲突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实际上载波真听多过访问的 逻辑很简单 就是通过检测信号 来检测你在某一个接口 现在是不是有数据 就这么个事 这不能听懂了吗 我通过我一个叫GM的一个信号 叫Jam信号 然后去检测 检测你的某一个端口 现在是不是正在发数据 就这个意思 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来去什么 权衡哪些数据先出 哪些数据后出 尽可能的避免数据在同一时间被发出 然后导致冲突 就这么一个作用 大白话说就这么一个作用 就载波真听多过访问 明白了吗 是这么回事 实际这个东西都不值得说了 因为新版 因为新的课件里边 早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是吧 我们说实际上的话 就是一个数据冲突 一个丢针的那么一个东西 明白了吗 就是这么一个丢针 所以我们讲 从根本上来说 我们说哈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弊端是什么 弊端是什么 就是转发效果低 对吧 我们形容这个东西很简单 它就是转发效果低 好 是吧 发数据数据还丢失 然后还泛红 对吧 每一个就来发一份占用带宽 还是半层红通线 所以根本上来讲 我们用哈巴就是数据效果很低 因此才有个交换机 实际上的话 在哈巴和交换机之间 有一个概念产品叫桥 有的时候咱们经常说网桥网桥 之所以我们经常说网桥 是因为本身在早期的时候设计了一种产品 各个厂商设计一个产品 那个产品的叫桥 明白我什么意思吗 那个产品的名字叫网桥 那但是呢 但是呢 现在的我们不用这个东西 就没有这个 就是网桥并没有被生产出来 然后就过渡到了 就通过功能优化 就过渡到了交换机 是这个意思 听明白了吗兄弟们 是这个意思 就过渡到交换机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也说交换机叫桥 桥接嘛 网桥嘛 我们有事也这么说 明白了吗 我们有事也这么说 现在有同学说 那harp现在是不是还可以用于信号放大呢 没错 但是我们一般不叫harp的 我们叫信号放大器 懂了吗 能给你讲了吗 我们叫信号放大器 我们不叫harp 能不能听得明白 咱就算现在不那么称呼它了 是吧 就起到一个简单的信号放大 因为我们都知道 就是中继器 因为作为我们的网线来说 很简单的国际 有网线的有效传输距离比较短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网线 有效传输距离像80米 那好一点的网线的时候可能能达到 其实好一点的网线能达到100 123也可以的 12030是吧 都是可以的 关键还是看网线质量 网线质量的话就是看铜线吧 含铜量吧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 是吧 当你把网线把这个皮子包了之后 根本上是看含铜量吧 是吧 这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你没有看有那个网线的时候 做水晶头的时候一扯就断了 那当然有铁的吧 那细铁实试一下不知道了吗 那网线差价很大的嘛 因为那有的网线的时候的话 那几十百八十块钱一项 有的网线的话千二八百块钱一项 那怎么差价这么大呢 其实说从根本上来讲的时候 还是铜线吧 对吧 就里面的铜线 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 它往往就是说 Hub就是我们现在叫信号放大器了 它最主要的是做信号放大的作用 明白了吗 就是可以做信号放大 但是交换机可以吗 交换机可以吗 交换机也可以 懂了吗 交换机也可以做信号放大 所以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们现在 通常我们不用Hub了 没有了 放心吧 大家今后见不到 OK吧 你们今后见不到吧 你们不用担心 根本就找着找不到 OK吧 根本就找着找不到 所以我们实际上 接触到的 就是间接演变出来 就演变到我们说的 交换机上 OK吧 演变到我们的交换机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么不是说抓包买个极限器吗 不需要 因为为什么我们说 为什么很多人讲说抓包买极限器 是因为极限器的时候 我刚才说了 它是每一个接口发出来的数据 它都会收到一份 这么说都明白吧 就是我如果说我这个设备上面的连个十台电脑 那每个电脑发出来的数据 我这个电脑都能收到 所以我抓包好抓 但那是一个很早的概念 现在人不这么干 OK 这这仅仅是一个百度上的概念 一个传说中的概念 OK吧 但实际上我们不这么干 你想想看 如果你现在要真的十台电脑 你把你自己的电脑呢 也接到hub上 你想去监听那十个电脑的数据 我去那数据量太大了 对吧 那数据量非常非常的大 你一开抓包工具 你一开抓包工具的话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 报个到不至于 但是你的数据包很多 对吧 你的数据包量很大 你这个时候的话 在用你的招包软件的话 进行筛查筛选也很麻烦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一般我们不这么抓包 那现在我们抓包的话 都是通过什么呢 叫我们叫端口镜像 这个技术一直在用的 就在现在的 现在在我们的CatGIS的9000系列里面 还是端口镜像 没见过吗 就还叫端口镜像 没见过吗 还是端口镜像 所以我们讲 现在的话也是 依然还是端口镜像 叫span 叫span 就是端口镜像 没说 就只抓某一个端口 我只抓某一个端口的数据 叫端口镜像 明白了吗 我可以刷个一版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里面 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 一个基本的Hub 那当然我会把 结合的硬件的东西 我会放到下一次课 我会跟大家去说 因为这个是我的下一次课的时候的话 我要给大家看一看 就是那个设备里面 就是一台设备里面的话 它的一个存储器 它的一个接模块的地方 然后它的模块背景 然后它一个基本的样子 我给大家的话 拿一个大型的 机矿式设备的电源 明白我说意思吧 我都给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就是很实际的可以了解 可以了解到 具体是这个东西 怎么一个概念 好吧 给大家讲讲单膜多膜光线 那这些东西 我给大家去说一下 好 没问题吧 OK吧 所以这个是我会在后面的时候 就在下一次课 我就会给大家去说 不用着急 我没装备了 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 干说现在都是 那么大家从这里边的话 这是一个我们的 是吧 这里这是一个我们的 从基本的最物理层 所以其实大家可能讲了 很简单 就是说物理层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介质 明白我说意思吗 就是一个介质而已 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物理层 没问题吧 很简单吧 这就是物理层 好 那么到个我们后边 到个我们后边 然后我们就机过度到交换机 所以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用都是交换机 这可以吧 好 那交换机的话 解决这几个点了吗 有没有解决完这几个点呢 好 那一会的时候 我们短暂休息个十分八分 咱们就接着说 好吧 我今儿节奏应该还行吧 没有太快吧 是吧 没有太快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个十分八分 然后我们就接着讲 好吧兄弟们 我们继续我们的晚上的课程 没有根本意义上绝对能提升稳定性的 因为稳定性的话是由太多原因构成的吧 是吧 所以你说稳定就稳定啊 是吧 所以你可以发现 大多数的稳定性的构限的话呢 还是以荣誉为这个稳定的标准啊 这样双击啊 双线啊 等等 还是以多个做backup 就是做备份的一种形式出现的 所以不管不管怎么样的话 你会发现从稳定性上呢 呃 并没有什么太本质的这些年的产品层面的革命性的提升 但是从速度上一直在提的 是吧 我们从我们发现从从从从这个 这个网络速度上 我们发现我们从10兆变100兆 100兆的话变成一个G1000兆 1000兆的时候我们变成 变成这个这个10个G是吧 啊 一个G变成10个G啊 10个G变成40个G 40G变成100G啊 啊 那就是说我们从速度上从事一直在一直在提高 好 所以其实来讲的话还是在速度层面上 那也就是说单hub是这种情况的话 没有办法 它注定会被淘汰掉 那因此的话呢 引入了我们说这个交换机这个东西 是吧 这才出现了交换机 啊 那我们说作为交换机来讲 作为交换机的东西来讲 那它其实以上几个点的话都被解决掉了 啊 基本都被解决掉了 因为第一个来讲的话 交换机的话是全双公吧 是吧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是全双公通信的 好 它不是半双公了 就它可以同时上传同时下载 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OK啊 可以同时上传下载 所以这是我们说叫全双公 那第二个来讲的时候的话 作为交换机来说的话呢 因为有个内存吧 有个内存的话 所以因此 有个我们说的Mac地质表的存在 所以它可以实现一个 我们讲的叫定向的一个转发数据 对吧 叫数据定向转发 所以因此的话 效率就提高很多 没错吧 这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好 那当然在这里面 刚才在那个谁说的 是IPA6快被 V4快被V6替代了 会不会很多东西被淘汰 不会 就是V4与V6大家可以更多的理解成仅仅是一个格式层面上的变化 就是只是一个地质层面上的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但是从技术本身而言有没有变化呢 也有很多变化 但是并没有革命性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IPA6的话跑不跑OSPF 也跑OSPF 是吧 跑不跑什么BGP也跑 对吧 所以就是实际上IPA6的时候的话 从技术本身没什么变化 那会有一些我们讲的叫叫细枝末节的点 有些不同的地方 OK吧 有些就有些不太一样的点 好 IPA6是个趋势 这不用说的 肯定是个趋势 就是说这只不过是未来我们的地质层面的一种替代 只是定位服的一种替代 明白吗 它没有什么太 太过于本质性质的 是吧 革命性啊 原先的时候的话 飞机从前往飞 现在飞机 飞机钻地上 是吧 从地底下穿越了 是吧 没有没有这种概念 明白了吗 所以他不用担心 就是我咱们课程没有很多IPA6 后边我会给大家讲相当多的IPA6 好吗 不用着急 课程还长 这只是我们 哎呀 这个从 从这个春天到夏天到秋天 到整个学习的一个开头 OK吧 这是第一节课 那么我们来试试看 那除此之外的时候的话 作为我们的交换机来讲 那它怎么解决数据冲突问题呢 就是也是通过我们的内存 也是通过内存 然后做个一个 如果发生了数据冲突 这个时候可以暂时把被冲突的数据的话 暂时存放到内存中 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 好 所以相对而言的话 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传 那我们在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说到 可能在下一个会说到 关于TCP 那我们说数据如果真的丢失了 不是真的丢失 数据不会丢失的 我们在传输数据的过程之中 那数据一旦发生了 别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吧 可能是因为发生了这个数据碰撞丢失 还是说因为我们的带宽面固质量不高 产生的丢失 那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好 只要是数据丢失了 都会通过上层协议通传 就是TCP协议 OK吧 就要TCP重传 所以实际上来讲的话 它也不会真正的导致数据不完整 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是说如果冲突之后的冲突数据存到了内存中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说如果我真的进行了冲突了 那不需要再依靠TCP重传了 那就减少个带宽的占用 能明白吗兄弟们 OK 上个一样 就减少个带宽占用 所以这个是交换机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么这是一个交换机的一个内部的基本逻辑 一个基本的点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我们还要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对于一个交换机 咱们说传统交换机都是二层对吧 是吧 大家都说它叫二层交换机 这是纯转发的 那有没有三层交换机呢 有没有三层交换机呢 也有啊 那当然现在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不能叫咱们现在不能叫叫三层交换 我们现在一般叫多业务集成交换机 通常我们是这么说 因为它里边所包含叫三层功能 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点 就三层仅仅仅是其中之一 明白吗 就是它可以支持路由功能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当它支持 我们说 等于说白了 就是交换机可以当路由器 可以应用路由器的功能 是这样的一个作用 明白了吗 是这么一个作用 好 可以上网管理的那种是吧 请记住 它不叫上网管理 我们说 上网管理 那叫行为管理器 明白这意思吗 叫行为管理系统 我们原先的时候的话 叫行为管理系统只是个软件 我们是给它搭载 在个Linux的服务器上 现在呢 有集成到一起的 叫上网行为管理工具 听明白了 那一般的防火墙上都在 常规的防火墙上 都是带有这种行为管理的 那比如说 做一些权限性的管理 做一些数据性的管理 做一些防病毒 等等 做一些限速 那这些实际上都叫做 上网行为管理的一部分 这么多能听懂吗 好 是这个意思 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讲 从二层演变到三层 仅仅是带有什么 叫带有路由功能的交换机 是这个作用 带有路由功能的交换机 那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的这个交换机呢 假如说一般我们看EU的交换机 看EU的 EU今天我已经讲过了 对吧 EU的 好 那我们看到EU交换机的话 那常规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多少接口的 那假如一般有八口 是吧 要二十四口 四十八口 这是我们一般常见 就是二十四口交换机 在工作岗位上是 动用非常多的 大多数都是二十四口交换 好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 我们讲 这个是交换 那路由和交换的区别是什么呢 路由的话 由于有路由表 所以它起到的作用叫跨网段 它会单独查一张表 这张表的话 就是我们说的路由表 那我们讲 Mac地址表 永远是什么 永远是属于某某Mac地址 的Mac地址 然后关联着某某的端口号 它是这样的关系 好 那我 我说直白点的话 那假如说我有24个接口 那我可能我带我这个设备上24条 那24条的话 这个数据进来之后去查 我就会通过对应的端口给它发出去 是这么一种关系 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吗 OK吧 好 那但是作为三层的 作为路由来说 路由呢 默认情况下 常规的路由器 默认情况之下的话 一般只有两个口 默认只有两个接口 这常规从路由器的本身来说 我们说这两个口叫什么口 我们说它叫做万口 这两个口我们都叫万口 好 那你说上面这个叫什么呢 上面这个8口 24口48口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万口 LN接口 叫局网接口 好 那你说我不明白 它区别呢 区别什么呢 这个万口 广域网接口 万口叫局网接口 它的区别是什么呢 康特告诉大家是 这个事的区别只在于 它能不能配IP地区 明白我出意思吗 你至于说 我们有的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来讲 我们叫 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局网接口 是吧 叫LN接口 还是说我们的 WN接口 它的根本点是在于 它能不能配置IP 好 我们想想看 作为万口来讲 为什么是两个接口 在为在一台路由器上 因为一个口叫入口 一个口叫出口 大家能听懂吗 一个入口 一个出口 因为常规而言的话 我们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假如这是一台路由器 它最基本的 至少要一个口连接运营商 对吧 能理解吗 一个口它连接运营商 对吧 好 另外一个接口 要连接局网 看到了吗 所以最基本的 我们看到的路由器 最少是两个接口 最少是两个口 OK吧 好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这是两个接口 那么这两个接口的话 都是可以配IP地址的 它都是可以配IP地址 那能配IP地址 这很简单吧 这是代表着它可以互联 对吧 它可以连接外部 你比如说 我从运营商 办了一根带宽 一根带宽拉下来 拉到了我们的这个网关上 拉到了网关上之后的话 运营商会给我干嘛 分配一个IP地址 对吧 能听明白吗 它还会给我分配一个IP地址 那么分配的这个IP地址 在哪里呢 就是配在我们的这个出口上 好 能不能听到 就是代表我这台路由器 连接运营商的这个接口 我们称之为叫出口上 好 会配置在这个位置上 能跟上对吧 可以听懂啊 好 那么里边这个呢 内部的这个接口呢 会用于当网关 你看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说我的网关是192.188.1.254 对吧 是不是啊 我们的网关叫这个1.254啊 那1.254在哪呢 其实就是在路由器的这个接口上 这么说能明白吗 其实就是在说在我们的路由器的这个接口上面 叫192.188.1.254 OK吗兄弟们 OK 刷个1来 刷个1来 好 所以往往我们说的1口是可以配IP的 而L1的1口是不能配IP的 它是纯交换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是纯交换机 纯二层交换机 没有IP 对吧 因此它不是每一个接口都有Mac地址 对吧 它不是每一个接口都有Mac 因为它不需要通信 好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讲的叫叫路由器的一个一个基本点 那当然现在的网络设备呢 都叫模块化设备 请记住啊 我们讲其实现在买设备啊 买设备啊 它不贵 设备很多人想又很贵吧 设备不贵 买设备不贵 什么贵呢 就是买后期的配件轨 比如说我买一台路由器啊 路由器买回来之后还不行啊 买一台路由器之后的话我还得买 因为它接口不多嘛 那假如说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如果我们公司是双线的 能听懂吗 你假如我们公司要双线过呢 我现在我这个图上只接了一个运营商 那我要接两个运营商的 我接两个运营商的话 那意味着说我这边还得再接一个线吧 对吧 我是不是还得接根线 我可能另外一根线的话接到连通去了 那一根线接到电信去了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我这台路由器在三个接口了 对吧 没错吧 我这个路由器线就是要三个接口 好 所以因此 如果按照传统路由器两个接口来说的话 我现在接口不够啊 我怎么办 我得买接口 对吗 是吧 我得买接口 OK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啊 买接口 这个不要买接口 叫买模块 明白了吗 OK吧 我们说设备上的模块 就是新增的接口 好 这么说能不能跟上 OK 设备上的模块 叫新增的接口 可以吧 好 所以我们一般称呼吁叫买模块 那叫扩增 所以现在我们讲 就是网络设备叫模块化设备 它不是集成化的 早期的时候都要集成化设备 全部集成化的 后期的时候全都是模块化的 所以后期你还要买模块 是吧 好 是这样 那当然你要是买大型设备的话 你还得买买买买买这个板子 我们一般就要买板子 买业有板 然后呢 板卡 就是我们说的叫板卡 买板卡 然后呢 还得买模块 这样 买板卡还得买模块 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说 就是 实际上的话 它这个 这个后续的成本 很多 明白这个意思吗 后续的成本非常多 好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呢 我们讲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说 路由器 这两个接口的一个基本的作用 对吧 这是路由器 那如果是三层交换机呢 对吧 如果是三层交换机呢 那可能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 假如说我现在要真的是三层交换机的话 那老师 你想24口啊 很爽啊 是吧 24口 你想24个接口的话 那岂不是都可以配IP吗 是吗 是这样吗 刚才告诉大家 是的 就如果我是一台三层交换机的话 我确实 我有多少个接口 我每个接口都可以配IP地址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这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 OK的 好 但是并不是交换机 每一款交换机都能替代过路由器 好 因为我们常规来讲的话 咱们在公司里边 对企业网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做NAT功能 对吧 这个刚才康特已经提到过了 是不是 这个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叫NAT功能 要做地址转换 它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内网地址转换到公网地址上去 叫NAT 但是很多的我们讲很多的三层交换机的话 它不支持NAT 明白了吗 它不支持NAT 所以说虽然它是一台三层交换机 但是它却不能充当网关的角色 对吧 因为网关的一个环节的时候 它是负责什么 对外转换的 它没有办法充当网关的角色 明白了吗 兄弟们 OK刷个一 是这个意思 那么当然在这个点上来说的话 比如说像我们一台木游器 作为三层来讲 我在这儿 接根线接到运营商 通常运营商会给我划分地址 请大家对这个东西有一个基本的理解 就是运营商给我划分IP地址 划分IP地址 现在在企业里边 在企业里边的话 常见的 第一种就是我们说的叫 叫不好 叫做PPPoE 大家听说过吗 叫拨号上网 叫PPP over Ethernet 这么一个东西 叫以太网的PPP协议 那这是跟你们家里面是一样的 你们家里面也是这样的 拨号码 输个账号密码 一点拨号拨上去 没办法是这种方式 那这种方式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IP地址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自动下发 就是运营商的一端 运营商的一端 会自动的给你下发IP地址 明白了吗 OK 那会通过它的 我们说的上网用户管理器 它会帮你自动去下发 能明白吗 OK 所以是这样 它会自动下发 这个我们讲的叫动态IP地址 对 我现在属于没有动 我一直在讲 我一直在讲 对吧 叫动态IP地址 那这种方式 我们一般不需要考虑的 但现在企业里边的话 用PPOE的话 性价比很高 因为企业里边的话 我们说如果买一根专线 和同样买一个PPOE的 一个普通的宽带 那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 宽带很便宜的 我们用PPOE非常非常的便宜 给用的 现在很多企业都给用的 这是你可以选择购买的 没问题 企业宽带 是吧 很低的 可能你买一个100兆的 100兆的可能才 一个月才三五百块钱 理解了吗 三五百块钱 那当然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这样 作为我们的PPOE来说 注意听啊 作为我们的PPOE来讲 好 那么它这个里面 是一个这样的特点 叫上下行链路不对等 能理解了吗 就上下行带宽不对等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上传速度慢 下载速度快 它这么一种现象 就是比如说 我在公司里边 我要下载某个软件 比如在百度上面 然后在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 是百度云盘 我们打个比方 这是百度云盘 然后看看百度云盘 好 我从百度云盘 下载某个文件 这个速度很快的 比如说我买一个 我是100兆 好 那我下载的时候 就是100兆 明白我说意思吗 就是100兆 当然不是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 那个100兆 兄弟们 不是我们看到的 那个是一个速度转换的问题 这个我们也会说的 好 那就是说 我这个是一个实际带宽 也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下载是 大家说我是100兆 打个比方 我是100兆 那我下载的话 可能每秒钟是15兆 理解我说的意思没有 好 我每秒钟是15兆的速度 但是我上传 上传的话 我只能占到带宽的 八分之一左右 就六分之一 实际上是叫六分之一 到八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说 我上传的速度 可能大概只有两三兆 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OK 刷个一来 好 那就是我们叫什么叫 叫下载快上传慢 这种方式呢 非常符合当前的企业里面的诉求 为什么呀 因为企业里面 大家想象一下 我们打开电脑 打开主机办公 实际上我们上传的是很少的 对吧 因为我们我们实际上的话 我们都会从百度方面去查东西 看网页 下载软件 等等 是吧 好 你会发现我们绝大多数的操作行为 都叫下行数据 叫下载型数据 是吧 不是下载型 叫下行 上下行 叫上行上传 下行下载 你叫个吧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这个数据的话 是从运营商往这边跑的 你叫吧 叫下行数据 好 那么你说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们说下行数据的话 会比较大 能明白吗 就下行数据的话 对于企业来说的话 这种需求是很明显的 那么当然你说 我能不能买固定贷款的 你比如说我常规人的话 我找运营商去购买一个固定贷款 这样可以吗 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没问题 我们一般形容说 我们说这叫专线 是吧 其实我跟大家讲 这不能叫专线 我们一般所指的专线 什么叫专线 专线往往所指的 所指代的是 异地化的互联 比如说 总部分部 是吧 总部分部之间 总公司分公司之间 我们要买一个专线 一般我们是这样说 叫买专线 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这种我们一般叫做专线 是这个意思 OK吧 对 专线通常是很小的 带宽非常小 专线咱们看到都是2兆 4兆 6兆 8兆 10兆 10兆已经很牛逼了 很土豪了 但是这样 这个叫专线 专线的作用 都是用于异地化互联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叫异地化之间的互联 好 它是定点的 比如说 我们在天津和南京 假如说 某个公司 我们做一条专线 是吧 上海总部跟北京分部 做一杆专线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兄弟们 好 那这是为了 跑他们的内部数据 就是跑他们的内网办公数据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他们在 某种意义上的话 有什么 有总部分部之间的 也有需求 对吧 有IT关系 视频会议 云电话这种也有需求 那这个我们叫专线 实际上我们先从运营上面 我买一根 比如说我买一根100兆的 叫带宽 这么说明白了吧 我们一般叫带宽 我买一根 这个100兆的带宽 明白了吗 就这个意思 我们一般叫做带宽 好 那么这种带宽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 就上下形是对等 它就上下形是对等的带宽 100兆 上穿100兆 下带也是100兆 这个意思 没见过吗 那相对而言的话 一般买固定带宽的 买固定带宽的 通常是因为上行数据需求明显 比如说什么叫上行数据呢 叫上传性数据 上传性的 什么叫上传的 比如说康瑟现在给大家讲直播呢 叫上传 我这现在是不是要上传 大家想想就假如我们机构那边 一到晚上就那么多老师光光 他各个屋讲 上传出去很大 因为我现在给大家的共享桌面 我还在说话 对吧兄弟们 是吧 你们就在下载吗 我现在上传吗 能明白了吗 我这个干嘛叫上行数据 我说上行数据很大 OK吗兄弟们 OK 沙博一 网吧也是下行数据 你在网吧里面干嘛 开直播呢你 你肯定不会吧 是吧 你肯定不会 你在网吧里面肯定也是下载东西 什么什么看电影 你看电影不就是下载数据吗 大家能听懂吗 你看电影的时候不就在ICE 在优酷上面 你点开个某个电影一打开 那不是相当于把人家有股服务器的数据给他什么下载下载吗 不就是一个意思吗 所以这也叫下行数据 明白了吗 那或者说是我们内部的话有服务器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们内部的话有一台网站服务器 网站服务器 那网站服务器 我假如说我把各个工具什么的我都放上面了 我说大家可以自己打开网页下载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要不停的上传数据 对吧 就意味着说大家只要在我们这个网页上下载软件的话 下载工具的话 下载LS的话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我这边一直在上传 能明白吗 兄弟们 OK刷个一 刷个一 对吧 是不是意味我一直在上传 所以这个时候就上行数据需求明显 所以因此我们说固定带宽 固定性的带宽 那通常情况之下的话 一般是配有公网IP地址的 能明白我说的话吗 能听懂吗 就一般情况之下我们是配有公网IP地址的 就意味着说某种意义上我们有服务器发布 就是我们有对外展示的服务器 所以别人的话是可以直接访问我们的 通过我们的服务器获取数据的 是这个作用 明白吗 通过我们的服务器获取数据的 所以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是某些公司里边 他有自己的服务器 你说老师 你在下午的时候不还在说这个服务器不在机房里吗 对吧 老师你在下午的时候不说服务器在机房 实际上有的 有的 这个 公司里边 他会有自己的小机房 我们说小机房呢 小机房的话 他不是他某种意义上不是我们说标准的IDC 能理解吗 小机房不是IDC 小机房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可能就是找个屋有个配线间 可能有个机柜 那个机柜里边的有那么俩服务器啊 有那么几个网络售备 就完就完事了是吧 理解了吧 不叫副机房 就是就是公司内部的小机房 好 那非常多的政府单位喜欢怎么干 就政府单位他们喜欢这么搞 没调我说意思吧 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小机房 或者某一个这个这个局里边 什么什么防管局啊 什么什么防疫站啊 什么法院啊 他们喜欢弄一个自己的小机房 就像一个中控室一样 好 那跑什么呢 你比如说现在最典型的跑跑那个监控吧 对吧 跑监控数据啊 能明白吗 跑监控数据啊 是吧 你你现在的话 咱们现在用监控不都网络监控吗 你网络监控的话 不都是跑网络数据吗 对吧 你监控摄像头的话 都是PIP的现在 对吧 每一个监控摄像头 现在不都是PIP的吗 你们现在在在企业里面 用那个那个海康威视的 是吧 用的比较多吗 是不是啊 用的网络 用那个东西比较多一点啊 叫海康威视都系往下 所以他们很多是跑监控数据 明白了吗 跑监控数据 然后呢 有那么点设备 有那么点服务器 那他们有的服务器 监控服务器 有的是监控服务器 没结果吧 好 那你说那个监控服务器 那他这个咋的 还还得发布到外网吗 好 那这个其实大多数不需要 大多数都是在内部的 比如说你看你们那个监控中心 里边的话 那个大屏 下面不都看着每一个头吗 大家都见过吧 电视上你只好也见过吧 你大家看到什么什么 什么演什么公安战警的那些 一般他都是那个 从什么监控上头上找人什么的 那个那个 就是有一个监控室 然后上面的每一个大屏 就是一个大电视那种 是吧 然后呢 拼接屏 对 然后每一个拼接屏里边 每一块都是一个头 是吧 没错吧 一般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能够见过吗 好 那需要发布出去吗 当然是这样 有的有的环境下 是需要发布出去 比如说有的发布出去的作用 是说我可以在云短 大家听说过吧 就是我可以当过云短 也可以看到这些监控 明白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OK 我可以当过云短 OK 我也可以看到 那我们所谓的当过云短 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白了 说简单的 就这个东西在internet上 在internet网上 那现在的非常多的 这个云平台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的云平台 它 它不是在公司里边吗 它是在那个数据中心里边 假如我们是在数据中心买的虚拟化 对吧 阿里云的ecs 买的虚拟化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假如说我的云平台 是搭载在了我们的数据中心的虚拟化的设备上的 虚拟化的主机上的 对吧 我搭载在这上面 那意味着说这个时候我是通过这个云平台呢 去观测到我的整个监控的一个一个信息的 我可以通过手机看到 我可以通过手机的话就可以看到监控的信息啊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很方便啊 对吧 非常非常方便啊 好 那到底是一样的 好 那也有一些地方呢 它是在云服务器上 就是它不是放在 它并不是放在idc里边 它就是放在公司里边 但是公司里这个服务器呢 它有公网ip 我这么说大家能听懂吗 就是 它有公网ip 那如果它有公网ip的话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直接访问过去 所以早些年呢 很多的这个公司里边呢 它都会有自己的服务器 能听懂吗 就它有自己的服务器 那现在呢 大多数情况下 都不再搞自己的服务器了 现在大多数的话都是直接买虚拟主机了 我们原先叫虚拟主机 现在叫云主机 对吧 现在我们叫云主机 原先我们叫虚拟主机 是吧 就是那个VPS 等等 现在就会开始用这些东西 就相比较节省成本 对吧 是这个意思 所以往往的话 我们所讲的呢 就是说固定带宽 上下行对等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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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懂了我们兄弟们 OK吗 OK给老师刷个1来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往往的话才会买这种 买这种带宽 那专线一共讲了吗 就专线的话呢 它实际上的话 专线的话就是不同地区的一个互联 不同地区的专线互联 那当不同地区的专线互联的话 这个在运营商里边的话 叫比较常见的 我们看到的是这个MPLS微频 MPLS微频是比较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这个咱们再讲 好吧 咱们再说 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的 说关于这个 我们说交换机路由器 是吧 交换机路由器 然后连接到我们的这个LSP上 对吧 连到运营商上 好 那分别是我们说常规的二层三层 这样的一个基本框架 那么当然在我们的 三层上面的时候的话 大家实际上除了我们看到的路由和IP 路由IP之外 IP-side微频也算专线了 不算 IP-side微频是自己搭建的 不能叫专线 我们可以把它叫成通道 IP-side微频的通道 你可以这么去喊 你不能叫专线 因为IP-side微频的话 实际上跟运营商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对吧 它跟运营商没有关系 是你自己搭建的 能懂吗 这个意思 但我们来 我们来接着说 我们来接着讲 那作为其中 其中的 二层和三层之间 二层和三层之间 它有没有技术呢 刚才 刚才给大家讲了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ARP 大家有印象吧 刚说完 不要告你忘了 是吧 ARP 那我们讲ARP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注意看 ARP是介于二层和三层之间的技术 有的时候 我们也叫它叫2.5层 明白吧 而我们也叫它没错 我们也叫它2.5层技术 是这个意思 叫ARP技术 作为ARP技术的话 因为它有一个很核心的思想 叫通过IP找Mac 对吧 通过IP地址找Mac地址 这个是ARP 但其实ARP的话呢 它还是全有说法的 还是比较有讲究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那我们是不是所有的ARP 都叫通过IP找Mac呢 我们演讲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ARP技术 都叫通过什么 IP地址寻找Mac地址 是吧 不是啊 就是我们说普通的ARP 普通的ARP它是这样的 明白老实说的话吗 普通的ARP是通过IP找Mac 那这是为了单纯预想通信 那除此之外 还有叫逆向ARP 叫RARP 叫reverseARP 叫逆向ARP 叫RARP技术 这个呢 其实主要是用在哪呢 我不知道大家也没有印象 其实这个东西用的最主流的一个地方 叫无盘 现在 现在我估计现在用的 因为我好像是没有接触过网吧的那个环境了 现在网吧里面的话应该还在用无盘吧 是吧 我们早期的时候的话所看到的也都是网吧里面所用的无盘 因为网吧用无盘的话是一个比较刚性的需求 是吧 为什么要无盘呢 这个什么叫逆向ARP呢 什么叫逆向ARP技术 是因为 不光是硬盘便宜不便宜的问题 是这样 我们都知道很多网吧里面呢 当它的主机数量很多的时候 主机数量很多的时候 那么它都会涉及到一个问题 它面临的一个问题叫什么 叫主机的硬件成本 能够叫吧 叫一个是主机硬件成本 第二个来说呢 就是资源的整体管理 它有这么一个概念 当然并不并不一定都是网吧 并不一定都是网吧 比如说那个 早期如果你接触过KTV的网络 不过听是吧 KTV的网络 它也是无盘 为什么一会咱们再说 那比如说我们单纯从硬件成本来说的话 无盘无盘没有硬盘 简单来讲就没有硬盘 但是大多数上它不是这样 它不是说单纯意义上没有硬盘 它是什么呢 它是说会有一个小盘 就是本地也有一个盘 明白我说意思吧 但不是系统盘 比如说我们同样的一个PC ABCC盘D盘E盘F盘 是吧 CDF 那可能它的什么呢 它的DEF是本地硬盘 明白我说意思吧 那系统盘不是 系统盘的话不是本地的 是远程的 远程的 那我们讲其中的话呢 能不能没有硬盘的 也可以没有硬盘 是我不需要硬盘 那我不需要硬盘 我怎么搞呢 就是我开机的时候 你大家都知道吧 就是我们电脑的话 一般开机的话呢 有几种启动方式 第一种启动方式的话呢 我们讲叫 叫硬盘启动 大家知道吧 就是你从那个BIOS里面 可以看到 是吧 你的主机按那个Delete 或者F12 那个BIOS里面是可以看到 是吧 就是启动项 你可以通过硬盘 HDD启动 对吧 HDD启动 你也可以通过 早期的时候 大家要接触这个 你们在IT行业比较早 都知道 就CD room启动 对吧 是吧 就CD room启动 好 那另外一种 叫网卡启动 就是PXE启动 明白吧 就是PXE启动 也可以USB启动 没想到 有时候你们电脑装系统 都是USB吗 是吧 你们不都是用U盘 做的那个启动盘吗 是吧 是吧 然后进那个启动盘 里面之后的话 做那个 进的那个是 是那个PE系统 然后进去之后的话 然后做的那个GOS 是吧 好 你们都那么做 好 那所以还有一种 这是我们讲叫网络启动 就是通过网卡启动的 所以他可以选择 就通过我们的 整个的BIOS里面 他可以选择 就是可以选择 可以网卡启动 好 那这个同学问说 他说那个PXE 是什么呀 叫无盘启动芯片 我们一般叫PXE芯片 通常的话 我们一般说的 这个东西都叫PXE芯片 好 那这个PXE芯片的话 说是要烧网卡的吗 不是要烧网卡 是说 它可以 它是个独立芯片 它也可以集成了 好 那我们普通的 BIOS39网卡都不支持 所以当时的时候 如果你要想 组建这种网购的话 它的网卡里的 这个PXE芯片 就要单独购买 很小的一个芯片模块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一个很小的芯片模块 它可以单独购买 单独安插在网卡上 那也有网卡是集成的 就也可以集成PXE芯片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OK刷个1 是这样 叫无盘启动芯片 好 是这样 那这个时候等于 在开机启动的时候 一般 它都会显示什么的 它一般这样 叫PXE 是吧 PXE当当当当当当当 就开始找网卡 你见过吧 就是开始找网卡 做网购唤醒 找网卡 就是通过网卡 然后找无盘server 找无盘服务器 是吧 找无盘服务器 好 然后找无盘服务器的话 然后 这个马上就是什么 什么这个倒计时 三二二一 然后出现一个这样的框 叫OK 这样了吧 你们要不识过 OK 就启动了 然后启动了之后 接下来这个系统就起来了 明白我说意思没有 就是系统启动了 OK 是这样 一个意思 对吧 就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是一个 我们说的就是叫无盘 那我们想象一下 就是说 它什么 它没有 它由于它这个 网卡这个系统没有起来 大家应该知道 对吧 叫系统没有启动的情况下 它有IP吗 系统没有启动的话 它有IP吗 它没有IP啊 对吧 系统没有启动 没有IP 但是它还得想办法 去能够连接上 它的无盘服务器啊 对吧 是吧 就是它还得连接上 它的无盘服务器才行吧 它不连接无盘服务器 它怎么启动呢 是吧 它还得连接上 但这个时候 它有IP 怎么有IP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它进行PXE的 一个换行启动的时候 这个过程是个什么过程呢 叫通过MAC找IP的过程 明白了吗 兄弟们 就这个过程要通过MAC找IP 因为MAC是稍微的网卡中的 有网卡就有MAC 所以此时在做无盘启动的时候 其实这个过程 就是通过了它自己的MAC地址 来找IP地址 是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它没有系统啊 对吧 是吧 它没有系统啊 所以你可以发现 它这个过程叫通过MAC找IP 找到个IP换行启动 理解了吗 找自己的IP 所以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过程的逆向ARP 通常情况下 叫通过 我们一般所指的 要通过自己的MAC地址 找自己的IP地址 明白了吗 这跟DRCP差不多 但是DRCP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在系统启动后划分的 对吧 就它前提这 它在系统已经启动了 它才会有DRCP 那系统还没启动呢 它哪来的 DRCP啊 对吧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我们说的图盘 那么这个时候 这是一个从硬件角度 节省硬碳吧 而且我们都知道 那个网吧里面的话 这个ARLUNG很多 是吧 一会的话 那个主机的话 他们也不在乎 他进点水了 一会的话 这个脚踹一下 那个硬盘 接硬盘啊 晃一下之后的话 它可能有坏道啊 是吧 可能导致硬件的 一个损坏故障啊 一般的这种方式 就是通过网络的方式 明白了吗 通过网络的方式 所以当你系统 加载起来的 其实你加载的系统 是从哪的 是无盘服务器传给你的 能明白吗 是无盘服务器传给你的 是这个过程 然后你的电脑启动了 OK吧 你的电脑就启动了 好 就这样 全都跑在内存中的 OK吧 跑内存中的 那与此同时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叫方便于这个资源的 一个整体管理 这个资源整体管理 也非常容易给你解 我跟大家简单一说 你比如说现在很多的 什么网吧里面 什么KTV里面 他们会更新歌曲 大家知道吧 更新歌曲 更新游戏 是吧 更新游戏 好 那一般进去之后的话 他们到网吧之后的话 他们自己下载游戏 那肯定不行 是不是 那肯定不现实 所以它肯定是什么 叫做 我们说称之为 就是它一上去的有 能跟你讲吧 它一上去的就要有才行 好 IP是无盘服务器下发 我记得是的 我记得是无盘服务器下发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的话 那这个过程中的话 我就是一开机才有吧 但是如果我每一个主机是独立的 我每一个PC都是独立的话 那我每一次更新游戏 打个补丁啥的 那等于我每一个服务器都在搞 我们都是很麻烦 我每一个电脑都在弄 我这个这个 这一个网吧里面 500才见到 我靠那你完蛋了 你是更新一次 明天还有更新 你那么多游戏 100多个游戏 100多个游戏里面的每个游戏都要更新 明了说的意思没有 这很麻烦 所以这个过程的话 实际上就是非常非常的麻烦的 理解了吗 兄弟们 OK吗 OK 可以给老师先刷个1吧 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往往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读取的游戏 我们读取的操作系统 我们读取的各个方面的东西 都是服务器里的 所以他每一次更新的话 只是更新 它的服务器的内容 更新一台 整个网吧 电脑一充气就同步了 懂了吧 更新一台就同步了 就这样的一个作用 就方便管理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逆向ARP 可以吧 可以跟上吧 叫逆向ARP 这是一个大概的介绍 是吧 就是随到网吧里面的话 一般都是这样的一个框架 但现在我也不接触 网吧那边的环境了 我也不接触网吧那边的环境 我估计现在应该还差不多 应该还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说普通的ARP 逆向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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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P的话也是广播 是的也是广播的 也是广播的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在这里面我们可能还是要一个问题 还有没有其他的ARP呢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其实也有 比如像什么无故ARP 什么带个ARP 它也是有的 不是没有 也是有的 咱先不说那么多种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也是在之前的网络中会出现的 在之前的网络中会出现的 我们说叫ARP的这个欺骗 大家应该这样吧 听说过吧 叫ARP欺骗 听说过吧 就这个部分内容需要还蛮多的 叫ARP欺骗 听说过吧 现在不多见了 现在ARP欺骗不多见了 之所以不多见了也有原因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现在内网当中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内网当中操作系统的这个安全程度变高了 就说直白讲大白话 就是你们电脑不容易中病毒了 这样说怎么听懂吧 相对来说就是你们电脑现在不容易中病毒了 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讲叫ARP欺骗 但原先的时候还比较明显的 ARP欺骗还比较常见的 那服务器领域现在也是有的 服务器里边也是有的 就很多很多的时候的话呢 在做这个一个机柜上的服务器的安全渗透的时候 其中就有一个方式叫ARP欺骗 就是ARP欺骗是可以完成一个渗透的过程的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在讲 我们一直在说 我们说ARP是什么 我这么说你们能听懂吗 我先问一下 不要我自己说的漏油油了 是吧 一会你们都懵逼了 是吧 可以听懂吗 可以吗 微笑从没听懂是吧 哪没有听懂啊 没有听懂可以问啊 哪没有听懂啊 我说我说这个很复杂吗 ARP很复杂 没有吧 ARP是是你要知道的吧 这个知识你肯定 你肯定要知道的这个东西 没关系 那一会的话可以总结点问题 好吗 我一会依然会多留着点时间的 好 味道咱们现在是刚刚开课 所以我会给大家更多的答疑时间 这样好吗 兄弟们 可以吧 我会给大家自己更多的这个答疑时间的 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话 在这里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开车慢点 我有开车吗 听累了是吗 现在已经听累了是吧 好那这样吧 听累的话呢 我们今天就不行就说到这 这样好吗 就是我不行听累的话 我们说到这 那 那我给大家做答疑吧 可以吗 我把声音时间给大家做答疑 因为 还是那句话 咱们不敢进度 可以吗 兄弟们 咱们不要敢进度 我们就是围绕着大家一个吸收的情况来安排 可以吗 我们按照吸收的情况来安排 好 来 总结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给大家做 这个半个小时的答疑 算好吗 做半个小时一个答疑 好 不用敢进度 因为前面的时候的话 如果我们掌握的好一点 后面很快的 那OSPM什么很简单的 笔记我会给大家的 放心 笔记会给你们的 是吧 前面我们搞好一点 后面很简单的 什么OSPF 什么VLAN 那些东西很简单 我跟你讲 因为那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单一的技术点 懂我说的意思吧 它是个单一的技术点 它任何的单一的技术的话 它都简单 所以大家其实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就 很多人很担心 是不是那些东西很难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好 OK吗 我应该会带到理工课结束 Lab这个部分的话 CCI Lab这个部分 如果我如果我带理工 那就是齐琳带Lab了 如果我带这个 如果他带理工 那我带Lab了 就这样 因为Lab是新版新版Lab 新版Lab呢 现在是我主打这个SDN的 所以里面是一道SDN的东西 有可能是我 我要带这个Lab 你是不是下午没有来啊 那个熊同学 是吧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下午没有来 而新是 新现在在开个一个新的 Security的安全方向 讲的是防火墙 主讲防火墙 家里的宽带是PPOE吗 是的 现在家里宽带 基本上都是PPOE 我跟大家讲 PPOE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PPOE的话 不存在ARP攻击 这个很多很多社区宽带的话 替换到了PPOE的话 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里边没有ARP攻击 它不算是以太网 你叫个吧 它不是以太网 它是PP网络 所以它没有ARP攻击 这是很多宽带公司呢 给它变到了这个 这个使用拨号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白了吗 是这个意思 对是的 没错 一般我们俩是倒着来的 来看一看我今天讲的内容 好吗 兄弟们 看一看我今天讲内容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好吗 兄弟们 看一看我今天讲内容 大家现在有问题 现在开始梳理一下 好吧 梳理一下 好 我这一文课实操性已经很强了 这个实操性已经很强了 你们还想看什么样的实操呢 我不知道 好 不一定 因为我这个课要带很久了 所以我没有去 我没有去限定 但是我有可能会带一个多月吧 有可能我会带一个多月的样子 就是光基础部分 我可能会讲一个多月 好 对 对 延迟了 延迟到4月27了 I7版本都很延迟 因为这是疫情的原因 所以延迟了 好 不过你们赶不上 你们赶不上老版本的 你们不用想 你们肯定是新版本 OK吧 你们肯定是新版本 你们不用想那么多 好吧 OK 是我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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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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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来提点技术问题 好吗 刚刚访问百度那个有点模糊 是吗 是吧 多多 防百度那个有点模糊 好 那这样 我先把路评先停掉了 可以吗 我们今天的路评内容 我们先讲到这里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 我给大家做答疑 我先把这个路评先停掉 OK